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面前的6盘迷你品种不同种类的兰花 先来看看面前的3盘 这3盘迷你蝴蝶蓝我刚过了星期六在IKEA买的 原来IKEA买的兰花品种也是很多 我已经很久没去, 没想过原来他们的品种是很多 还有很多大型蝴蝶蓝 但因为我家的位置已经有限了 所以就只挑选了3盘迷你品种 还是很便宜, 是10磅银三盘 我从来没在英国买过这么便宜的蝴蝶蓝 还有花款也是很漂亮的 先来看看这一盘 这一盘呢 我自己本身是已经有的了 这种品种 它的名字是叫Senshine 阳光 这一盘是有名的 但其实呢, 说起蝴蝶蓝 有名与没名 是很视乎地区的 英国买蝴蝶蓝 一定不会有标签写的名字 其实现在的种类这么多 有名与没名 对我来说, 我也不觉得它是重要的 如果是一些原生的品种 我觉得有个名是会好些的 这种交配种 除非它的蓝花后面 特别有个故事 有个名字 我就会去搜查一下 为什么它会有这个名字呢 那些我就会觉得有个名字 但这种普通呢 有没有名都没所谓 那现在来看一下这一盘 这一盘呢 很漂亮 颜色 我自己就没有这种品种 因为它很清 我没想过IKEA 都可以有一些这么漂亮的品种 它里面是 有少少苹果绿 又带金黄色 很清的一种花 而且这种花呢 我买它的时候呢 我一直都认为 它下面是有两种花包在里面 我一直都以为 是上面掉下来的 那我回到家 因为它有包装 当时也不是看得很清 也很多人很急 看到这盘这么漂亮 就收拾了它回来 想再买多一盘都没有时间再挑选 嗯 我就以为它是 那些花包掉了 我回来留意了 上面很久 我为什么上面没有掉过花包呢 为什么下面会有两种花包呢 后来拆开包装 才看清楚 原来它是另外一枝花梗 还有两个花包 它当时是被那些筋 包住了那个花梗 所以它形成它生得好像有少少梦 很委屈 我就将它面头的筋 是剪走了 就把花梗拉出来少少 我一直都以为 买的时候呢 我以为这枝花梗 是一条筋来的 因为当时就有一些纸包住 所以回来的时候才发现 它这个是一个花梗 都觉得有点很有趣 还有呢 它 这几本蝴蝶兰用的盆 是非常之小 很小 是一只很小的 杯 真的 我都没见过 可以用这么小的盆 可以种到还可以出 两只花梗的蝴蝶兰 现在我用一只手拿去 可以给大家看到 它是有多小 是真的很小的 还可以种到那些筋那么漂亮 那现在来看一下这一盆 这一盆呢 我就是有见过 但我自己就没有这个品种 那 因为看到它便宜 就打算买 10磅银三盆 就选了这一盆 这一盆不是什么特别的品种 也很常见的 但反正都没有 那买了回来 其实蝴蝶兰呢 很多人认为 很普通啊 不需要买 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去买它 或者甚至乎 就是不会要它 我觉得蝴蝶兰 再普通的 它们开花都会很漂亮 再加上呢 再普通的蝴蝶兰呢 我自己认为 在我家呢 它都只是可能一至两盆 还要等到它开花 我才会见到它 所以 我对一些普通的蝴蝶兰 我是不会抗拒的 除非 除非我家已经有几盆了 我就不会考虑去买它 如果我家里没有的 很多时候我见到一些 普通的蝴蝶兰 我都会买回来的 那现在和大家来看一下 面前这三盆 我近期好像和荷兰的花 好像都挺有缘的 那这三盆的 迷你兰花呢 是我一位朋友 早前去荷兰看乌金香 买的 那 因为四月到五月 是荷兰的乌金香 最出名这个时候的季节 是吸引很多人去看的 那我知道它去荷兰看花 当然不放过它了 叫它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一些蓝花是迷你品种的 因为在英国 迷你蝴蝶兰是很容易买得到 但是其他的蓝花 好像这些迷你品种 根本上是一些普通的 garden center 和一些 cheek up市场 是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除非是一些花展 那就可能会买得到 那因为 因为 看乌金香 它不是花展 那朋友说去到 都是有一档 在那 都是卖剩十几盆 那 剩下 他就买了六盆 就 给了这三盆我 那就多谢他啦 那现在先和大家看一下 这一盆 迷你的石浩兰 它很漂亮 我在一位 兰友的平台里面 我是见过 它是有一种 很特别的香味 我从来都没有响一些花的 就是没明白过这种的香味 其实它又不属于香味 完全 那个味道 是不像一些花放出来的味道 好像有些 好像有些绿草的味道 很清的 而且它的颜色也是很漂亮 很喜欢 它的唇很特别 它现在也有很多的新芽 后面 盆底下 也有很多新芽 是一些很迷你的品种 现在就和大家看一下这一盆 这一盆应该是树兰 我不肯定 因为我很少种其他品种的兰花 我之前是集中在蝴蝶兰 在蝴蝶兰 最近我才比较 对其他品种 开始有兴趣的 扣入 我猜它是树兰 它现在有新芽 也有根 还有它的花 很特别 好像 它上面好像一只小鸟 两旁 伸出来的两块 好像一只小鸟的翼 是橙红 橙红 橙红或者金红色 很漂亮 很迷你 很有趣的一只花 很喜欢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拥有过 这一类型的迷你品种 现在放在手指上 可以让大家看到 它很小 好像一只手指 那么大 非常小 很有趣 然后跟大家看看这一盘 这一盘应该是 迷你的纹心蓝 通常那些迷你品种的香水纹心蓝 很小的花 就很常见 如果好像这些 一只大公仔 迷你 纹心 我是未见过 我自己就是第一次见过 这一盘 我就有点担心 我仰不仰得它大 因为我把植料拨开 它里面是完全没有根 还有盘底也是没有根 因为买回来那天 它的球径是完全很干的 这两天就好像比较好一点 但叶子还很漂亮 它这里还有一枝新的花芽 还有一枝新的花芽 还有它这一只 公仔纹心 我真的没见过 这类型的迷你 我还没见过 这类型的迷你 这类型的大花 就很经常见 我就是第一次见过 现在放在手上 可以给大家看 它大约有多大 它相对起 它的植株 就是它这么小盘的 民心栏 它有这么大的花 就好像有少少 那些花很大 那棵植株就很小 就是这样 还有它现在 那三个套盘 不是它跟着来的 是我本身是用来种一些香草 是种一些芫荽 花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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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薄荷 在锤榜的窗台 因为我很喜欢 早上可以摘薄荷叶 来沓薄荷茶 喝 花芽 或者花芽 是用来 放入汤里喝 刚刚种的香料 就全部没有了 就刚刚剩下这三个 空了的盆 很適合给这三盘东西,他觉得很配搭 我现在也是放在锤榜的窗台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下次再分享其他的 拜拜